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奋斗目标 有的想成为富有的人 有的想成为有名望的人 有的想成为出类拔萃的人 也有的人满足于平安度日即可 终于我们所追求的都得以实现了 享受着这一切所带来的快慰时 却没有想过这样活着就是真正的人生吗 当疾病突治死亡临近的时候 才发现名利地位金钱亲情 不能使我们的病痛减轻丝毫 也不能让死亡推迟疫苗 这个时候我们才醒悟过来 认识到功名利禄只能给我们带来暂时的享受与满足 却不能解决心灵的虚空痛苦 正是传道书二章十一节 所罗罗门说的 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 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的真实写照 我们开始思考 我们为什么活着 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 难道只是为了享受肉体的吃穿玩乐 为了追求名利地位 为了养家糊口吗 这些真的是我们活着的全部价值吗 圣经记载 约伯是完全正直的人 他敬畏神远离恶时 在临到失去万贯家产 儿女遭害 病痛折磨时 他没有埋怨神 仍然称颂神的圣名 在试炼中 站住了见证 成为神称许的人 活出了有价值 有意义的一生 此时才顿武 人生即使拥有再多的名利 都是虚空 没有丝毫价值 我们的生命 从神而来 回归到造物主的身边 接受顺服造物主 对我们命运的主宰与安排 才能活出真正的人生 人活着到底该为谁 今天我有所幸福 以前活着敬畏自己 全是为命与为敌位 心事全机 心事全平基于 心神只为 前途命运 丝毫没有真理事迹 心生活在宗教一世里 过后一切都是虚空 丝毫没有活出人样 不配承受圣的爱 我心已经苏醒 才知环保神的爱 恨我一往没有良心 被你伤伤头身心 从未体贴神的心意 从未理财神的话语 人没有良心没有理智 怎配成为人 经历深深盘我才看见 我被撒旦摆坏太深 世界邪恶充满诱惑 心神就要选择真理 是那你这样爱我 最大限度拯救我 为我付出的这一切 我怎能忘记 我要替天神的心意 离下心之追求真理 为神花费 圣上全人 圣上全人环保神的爱 圣上全人环保 圣上全人环保神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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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上全人环保神的爱